我们再次跟各位说明跟强调 位移是位置的移动 从甲位置到乙位置 位置移动 只要管开始跟结束 它是一个向量 向量是要包含大小跟方向 所以问你位移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大小 同时要告诉我方向 路程路径尝试 实际上所走过的距离 那个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每一个你所走过的地方 都要算进去 那个叫做位移跟路径尝 我们刚才给各位看到的前两个动画 都是直接出去 直走的 没有回头 这个时候 我们的位移的大小 就是我们的路径尝 它两个大小一样 但是在第三个动画里面 它有回头 所以这个时候 位移的大小就跟路径尝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折板的直线运动 位移跟路程的大小是相同的 你在国中这里所碰到题目 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折板的直线运动 所以在很多题目里面 你没有搞清楚 位移还是路程 影响不太大 因为反正大小是一样的 但是我可能需要你提示我方向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它有位移是有方向问题的 那我们继续做两个练习 来 请问你 这个车子的位移是多少 路程是多少 如果你需要用到圆周率 你就给我写拍就好了 不用去给我乘3.14啊 你就讲拍就好了 懂吗 2拍10拍200拍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来 我这样子跑 请问你 我的位移是多少 路程是多少 停车战界问 可爱大美女 财大美女 财大美女 你们班应该有吧 13号 13号 13谁 你们班没有13吗 13号 13号起立啊 来 第一个叫做位移是多少 那样子跑的位移是多少 第二个路程是多少 需要用圆周率就讲拍就好了 不需要乘3.1415926 对不起 20什么 公尺 你讲完了吗 位移20公尺 来 路程 实拍 请坐 你犯了一个跟刚才同学犯了相同的错误 我说过讲位移必须有什么 方向 你跟我讲20对吗 不会对的 不可能会对的 你没有方向就不用讲了 大小对也是错的 所以这个叫做向北20公尺 他的路程就是圆周嘛 对不对 一个圆周多少 2πr嘛 半个圆周就πr嘛 πr嘛 对不对 所以就说啥 10π 就10π 可以吗 OK吗 OK 很好 下一个 来 请问你这两个车子 待会两台车在跑 问题1 位移有没有一样 问题2 路程有没有一样 好 位移是否相同 路程是否相同 位移是否相同 停车站接问 可爱大帅哥 帅哥25号有吗 有 来 可爱的大帅哥25号 来 第一个 他的位移有没有一样 第二个 路程有没有一样 路程不一样 位移有没有一样 位移有一样 很好 请坐下 我们的位移是一样的 我们的路程是不一样的 位移就是开始在哪里 结束在哪里 位置的移动 开始的位置一样 结束的位置一样 所以我的位移就会怎样 一样 可是路程是实际上 所走过的距离 一个是走的是半个圆周 一个走的是直径 所以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位移是相同 可是路程是不同 这里的学习重点就是弄清楚 什么叫位移 什么叫路程 会从题目里面看出来 位移有多大 路程有多大 OK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请写课堂练习 好 好